朕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画龙魂护华夏千年 而等外邦小神 就算你们一起上朕又有何聚 就在刚刚 须左之男在八旗大蛇的加持下 竟将双筒之力完全融合 一个巨大的身影立刻出现在竞技场上 这就是号称最强防御的须左能乎 而此时史皇帝丝毫不拒 左右手白色和青色的火焰顺时出现 当完全融合之时 竞技场上突然爆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就在这时一个光点迅速冲向须左之男 这光点虽小 可任谁都能看得出里面蕴藏着恐怖的力量 而此时须左之男却带着轻蔑的笑容 九平尼也想破我最强的防御 这话音刚落 小小光点直接与他相撞 只在瞬间巨大的轰鸣声响彻整个竞技场 而此时最为震惊的是宙斯等众神 这光点不仅威力巨大 这史皇帝对火焰的控制竟恐怖如斯 面对最强的防御 他选择一点破支 这正是纵横剑术的精髓 而随着这一击尘埃落定之后 众人放眼望去 倒吸一口凉气 这须左之男不但防御溃散 就连自己也已经是半残之身 这一幕发生的太过突然 人类阵营就这样获得了胜利了吗 此时的众神也是眉头紧锁 可就在这时却有意外发生 场上须左之男的身影渐渐消散 而同一时间 他竟在竞技场的另一侧 完毫无损的再次出现 只是他左眼紧闭 一行血泪流了下来 场上的观众 已经被这诡异的画面 震惊的说不出话 而史皇帝在一阵错愕之后 立刻聚集火焰向他攻去 不错 此时的史皇帝 似乎想要验证什么 而随着轰鸣声的再次响起 这诡异的一幕又一次的出现 而这一次 也终于让史皇帝 抓住了某些细节 只见须左之男的右眼 和左眼一样紧紧闭上 这血泪也再一次的流了出来 原来这一切 都源于他的另一个铜树 一斜纳奇 当他将场上的不利因素 转换之后 代价则是失去自己的一只眼 不错 此时的虚左之男 已经双目失明 可他脸上的表情 却无比的舒坦 原来这双目失明 正是岛国的种族天赋 相传 虚左之男诞生时 便没有双眼 而他的家人 却都拥有着各种逆天的铜树 不甘的他 心里也逐渐扭曲 终于在某一夜 他将自己的家人全部守任 只为获取他们的铜力 事情败露后 他连夜逃到西方 寻求宙斯等众臣的庇护 而这也为波赛东的悲剧 埋下了伏笔 此时在场上 虚左侠男败局一定 可就在这时 死神阿努比斯 突然出现在竞技场上 他竟打算不顾大赛规定 联手对付石皇帝 场上观众愤愤不平 可宙斯老头却选择战术性失明 绝对的狼狈为奸 可谁能想到 场上的石皇帝 却突然放声大笑 朕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就算你们一起上朕 又有何据 而话音刚落 阿努比斯突然出手 牵制住了石皇帝 而虚左侠男抓住机会 一箭砍了过去 可就在这时 竞技场上突然杀气冲天 一个黑影突然出现 挡下了这一箭 这正是当初 拦下魔佛波寻的神秘少年 他手持磨刀千刃 一击击碎十拳间 而那漫天的杀气 竟让阿努比斯 下意识地倒退了树部 在这个身体担保的少年身上 他仿佛看到了百万石山 而少年也突然开口说道 今天就要带他走 我看下哪个狗敢辣我